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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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懂未来太多不确定 我只能确定你就是唯一 不怕走散在人海里 因为我真的走心 爱着你 亲爱的 我对你是三心爱意 听仔细 绝对不是三心二意 要专心 爱的用心付出真心 好好爱你 我说的 爱着爱都全心全意 来着你 我对你是一心一意 今天起 我的心跳迈不呼吸 都只为你 我说的 爱着爱都全心全意 来着你 我对你是一心一意 今天起 我的心跳迈不呼吸 都只为你 没想到林医生这么早就结婚了 是啊 我一直以为她会跟咱们的一大才女在一起 一大才女 谁啊 嗨 大嫂 你不知道 这我刚进一大的时候啊 就听说许多关于林医生的风云事迹 可以说林医生是我们所有人的偶像 至于这个一大才女余师的意义 那就是我们心里的白月光 这 你想 人人每天晚上都在那儿看月光 偏偏这白月光 就只照咱们林医生 听说他们当年就 一整天呢就抛在图书馆 抛在实验室 而且啊 就连解剖它都是同一句实 就你缓 没事啊 跟她接着说嘛 那个丁美 这事吧是这样的 这就是学校的绯闻 就像每一个学校 都有十大喝手一样 你根本不用往心里去 哎呀 没事 我能不知道吗 这不都是小时候的事吗 对对对对 小小小小的事嘛 你给我拿 不行了不行了 不行了 在说什么 这么开心 说你缺女友呢 缺女友 就是那个 于 于欣 你快闭嘴吧 哎 你跟那个于小姐 现在还有联系吗 她在德国进修 我们偶尔通过邮件 沟通研究进展 怎么了 啊 啊 放心 嗯 怎么啊 还不是呢 这个就是我擦 你突然看不见了 陆先生 您好 您好 今天展出的有三十多位 北欧版画艺术家的作品 里面有不少 是有名的收藏家 第一次拿出来的 相信陆先生 您一定会喜欢 希望您能挑到 满意的作品 谢谢 那就请陆先生 和您的秘书 好好欣赏吧 我有事先去忙一下 嗯 这是什么忙 我怎么成你秘书了 别在意 他呀只是随便说一说 明明就是女朋友嘛 这幅画不错啊 这幅也不错 你觉得呢 怎么了 杜总监 今天是周末 您的秘书小姐要下班了哟 生气了 也不是 今天又不在公司 人家也想体验一下 当女朋友的感觉嘛 行 那我就跟她们解释解释 这个 也不用特地解释 好了 笑一笑 看你那生人物件的脸 让别人看你 还以为你是我保镖呢 我开玩笑的啊 别躺着 这样吧 这里面所有的画 你写过哪一幅 我拍下来送给你 送给谁啊 秘书啊 还是保镖啊 对不起 陆先生 那边有一位记者 想就今天的展览 为你做个专访 行 那我先去了 你稍等我一下 小姐 这边请 目前这一幅是到目前为止 拍卖价最好的一幅 那陆总监就要这幅了 还有 麻烦请翻倍加价 好的 没问题 我这就去办理她 谢谢 我拍下她 送给我的保镖 保镖 保镖 欢迎各位宝宝 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 我很荣幸 收到了北欧的一位 画家的邀请 来看她的画展 真的是太激动了 真的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 下面呢 我就带大家好好地 参观一下这个画展 来来来 往这儿拍 把我拍得好看一点啊 嗯 一定要拍出我高贵优雅的气质 今天晚上给你夹鸡头 哦 哎呦 抱歉 是你 陆康宁婚礼生那个狗仔 破坏别人婚礼的 你不准说出来 看画展 你 你 你看得懂吗 你 我 坏女人 你看得懂吗 你个八卦狗仔 坏家 小记者 只会跳脚女人 不管你看不看得懂 都不可能拥有 那真不好意思 这幅画已经是我的喽 怎么可能 什么呀 这 这幅画已经有人拍下来了吗 哦 这幅画刚刚陆先生已经拍下来了 陆先生 哪个陆先生 是陆一遥 陆先生 陆一遥 嗯 陆一遥买画 关你什么事啊 陆一遥买画 关你什么事啊 他让我自己选一幅 这幅画 是他帮我拍下来的哟 不好意思 你在逗我吗 陆一遥怎么可能为你花这个钱呢 哦 知道了 他肯定是因为你和陆放牛的关系 所以他为了 为了让我高兴 不行吗 哦 天哪 你是在做梦吗 陆一遥怎么可能会看上你啊 你看看你 你知道陆一遥以前的女朋友未婚妻是谁吗 陆下的人是瞎了眼了吗 你这么普通 怎么可能看上你啊 陆一遥的品位 不可能下降得这么厉害 所以你肯定是在做梦 陆一遥的网友 你 你 首先 我陆一瑶的品位如何 我想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其次 我旁边这位蔡思雨小姐 她不比我任何一位前任差 她的好 我想 我不需要 也没有必要让你知道 另外 你穿婚纱的样子 真的不好看 你 走吧 你别拍 你拍什么拍呀 拍她干吗呀 拍我 傻子拍我 看什么看呀 有什么可看的 都别看 散了散了 散了 我请不请 是丁妹请客啊 不是我请的 那谁请的 她请我请都一样 那是 你俩谁都一样 是是是 丁妹 看你这一脸不消化 咱是不是应该去消化消化呀 蹦滴 好啊 好啊 那这个我们就蹦什么滴呀 怎么一说出去玩就蹦滴呢 凯特威 信不信 那罗教授您 那你们年轻人去玩 那里面分贝太高 我这个心脏受不了 你们好好玩啊 行 那您慢走啊 慢走啊 老师 好好好 罗教授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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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走吧 我请客 走 走 对 走吧 咱们也先走了 我们走了啊 拜拜 你如果不想去 那我们就 你是不是不想去呀 你要是不想去 我就去 好 那既然我们人齐了 那首先有请我们的高领 直花夫妇演唱一首 好喜欢你 有请 来来来 来 李一 别吵笑 走吧 走吧 对啊 拜拜 你要是不想唱 我们就拒绝 我想唱 可是我不会唱这首歌 你别告诉我 你长这么大 都没来过KTV啊 就来过一次 大学的时候 就那么一次 是跟那个 余医生吧 嗯 我不要唱了 那行 她们不知道咱俩选的 咱俩选 咱俩选 怎么了 去哪里不舒服吗 发现你有一点可爱 现在左边 小心来眼睛会变弯 是我不会唱你想唱的歌 不是 那我去唱我会唱的那首歌给你听吧 不用了 李锐 我不就问你一个问题 是俞诗选唱歌好听 还是我唱歌好听 可是我没听过你唱歌 这种事情还要听过了之后 才能得到结论吗 应该是吧 我可可了 我要喝酒 彭博 陪我喝酒 敬 敬丁妹 敬丁妹啊 你说灵芮 你知道她为什么叫高领之花吗 高领之花 高领之花 就是她地势有点高 地势有点高吧 就高树不胜寒你知道吧 有的时候就容易动着脑子 所以说你别跟她一般见 她是不是又惹你生气了 我问她 是我唱个好听 还是一大财女唱个好听 她说她要听过之后 才能给结论 我 我是这个意思 别说话了 别说话了 来 这谁唱歌都是老婆唱的好听 这还用问吗 丁妹啊 你看啊 就别说是你了 就歌唱佳作在这儿 她也分不清楚是不是 关键是 问题是 事实是 这支我唱的比较好听 我 对啊 我也这么认为 你是谁啊 你是她的老婆 对不对 你俩呢 是恩爱的夫妻关系 那她跟余诗益 就是最普通的同学关系而已 你别说什么余诗益了 那任谁都跟你没法比 那余诗益有什么可比性的 是吧 嗯 我跟你说啊丁妹 她人就是这样 你别看她平时挺帅 看起来挺聪明 那真正脑袋冻上的时候 缺心眼的时候 那谁都掰不过来 你说谁缺心眼啊 那我说的不是嘛 我拿我们手术之前 她又讲笑话那事跟你说 人家从大学 就开始讲这笑话 我跟她说了不下百八十遍 人家就不听 人家就觉得那好玩 那你说句不句 她就是这样 当时她跟我表白的时候也是 问我早上吃了吗 中午吃了吗 晚上吃了吗 就这些 别别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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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一个 来 还有一个事 你知道我们手术之前 都要洗手吗 人家多厉害呀 第一个进去洗手 永远都是最后一个出来 我挖那双手 就边洗手 就边跟那手说话 你知道吗 是变态 我的天 大家也这样 打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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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再打扫 而且不仅这样 她还让我洗手 我洗了一遍不行 还得洗第二遍 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 这双手啊 就跟她亲兄弟一模一样 比跟我都亲 你说她不是变态是什么 对不对 就是变态 什么变态 谁是变态 林瑞才不是变态呢 她作为一个医生爱干净 是个很正常的表现 再说了 只有她干净 她的病人才会安全 这是认真负责的表现 听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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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难了 我太难了 一二五知道了 别生气了 好不好 好 妈 我出去了 过来 这 怎么了 走 最近一天天不招家 你都干什么去了 有 有事 你一破前台 你有什么屁事 都怪那个疯了 把你往死里找 这跟我姐也没有什么关系 你给我闭嘴 跟我老实说吧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就是见见朋友 交女朋友了 妈 你那是 好事呀 家里干什么的 她也没有姐姐 这个倒没关系 只要家底后事 就赶紧把婚结了 这一结婚你爸也高兴 家产就是一个了 妈 你想太多了 你也知道 我对这些东西都不感兴趣 你失去信啊 是猪脑子 你怎么一点都不像我 没什么事 我真走了啊 等等 你到底去哪儿啊 我不是刚说了吗 我去见朋友 你朋友 跟妈一起去的 妈 你想多了 不方便 我是去学习的 学习 打小就不爱学习 这把年纪你学什么呀 我 我学做生意 活到老学到老 这件事情啊 你就甭管我了 我先走了 再见 别走 你 宁静 今天上课情况怎么样 学生都到了没 都到了 都到了是吧 对 都到了 还挺多人啊 对 今天是蛮多人 臭小子 你不学习去了吗 妈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 一天天不着家 来这种乱七八糟的地方 被你爸这都打死你 走 跟我回家 回家学习去 妈 快点 你误会了 误会什么学做生意 妈 你误会了 误会什么 走走走 方云 看 凡哥 陆太太也在 都跟你说了 不要跟别人说 这万一要小陆总知道了 就 怕她知道什么 怕方云知道什么 我说你俩瞒着她 偷偷摸摸干什么呢 是这样的 陆太太 我呢 最近在教方云 如何谈生意 怎么管理公司 对 但是这件事情 是偷偷进行的 所以才选择了这个地方 因为我跟这里的负责人是好朋友 他们说这里既安静又不会被打扰 这件事情可实在不敢让小陆总知道 不然我的工资还有假期就 希望您能够理解 毕竟我也是要生活的嘛 理解 我当然理解 乖儿子 你终于开窍了 是他背着风景学习了 你们竟然背着风景 太高兴了 但是 陆太太 恐怕您在这里的话 目标实在太大了 对 对 对啊 那我走 我现在就走 好好学习 妈 太欣慰了 回家我给你炖汤 让你好好补补 谢谢妈 给你也留一碗 加油 妈 你这就走了 好好学习 多教教她 陆太太慢走 慢走 慢走啊 可以啊你 那我也走了 二帆哥 谢谢你啊 没事 不管你做什么 哥都支持你 还有我听说你妈厨艺不怎么样 要是真炖了我那份 你替我喝了吧 二帆哥 你就没有什么想要问我的 所以这些年 你一直都在偷偷地学芭蕾 十多年了已经 你这藏得够深的呀 要不是我今天碰巧在附近办事 你这不就露馅了吗 这 这平时都没事 也没想到我妈今天会跟着我 不过这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你为什么要瞒着家里呢 哎呀 你是不知道 我之前跟我妈提过一次 被我妈整整骂了大半个月 更别提是我爸了 你也知道我爸的脾气 当年我大姐不就是因为 算了 不提了 对了 二帆哥 我有件事想请教你 二帆哥 这个 这是 这是男版天鹅湖 我知道大多数人的刻板印象 觉得天鹅湖应该是女孩子跳 但这部剧是我从小特别喜欢的一部芭蕾舞剧 这部机会来了 这个剧团的人 来我们学校 开场了选学工作 我想去试一试 二帆哥 你知道吗 天鹅湖是我大姐最爱的一部芭蕾舞剧 我第一次去看 也是大姐带我去的 当时看完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从那一刻起 我就觉得 它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业 现在也有机会了 我想通过自己的方式好好去诠释 毕竟 这是我能够给大姐最好的礼物 那挺好的呀 哥支持你 你也知道 我父母那么古板 他们肯定是不会答应的 方月 之前呢 我有一个朋友告诉过我一句话 今天我把它送给你了 后悔和不甘心 是比恐惧还要糟糕无数倍的事情 所以趁着还有想做的事情 尽管去做吧 隔止时间 嗯 好 再一个 来 来 在这边 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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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的角色很适合你 造型也很特别 后续我们会联系你的 谢谢 好 辛苦了 不客气 拜拜 张大记者 可把你判过来了 你稍等一下 我去拿一下演出资料 以后啊 你得好好给我们写写 行 我等你啊 哎 来 来 来 南版天鹅虎 祖方 性点独特啊 好 好 好 有点儿意思 来 先生 有您一份快递 好 行 去吧 怎么样 学的 好啊 真好 太好了 天哪 别别别 别动 别 别看了 老陆 老陆 干什么呢 笑那么开心 干什么 再看你干的好事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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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你都干什么了 你看看 去职务了最熏熏的玛珊拉地里 闻到加油站一股汽油味 感到有些不适 端木冷拿出金卡 眼神凌冽地对加油站员工说 空气 换掉 我也是把昨日的脑子给换掉吧 朱姊 没事吧 莫宁 你怎么又买这么多零食啊 我 我吃了 白景送呢 不是 我吃了 是我自己买的 给 客厅这么多 厨房 橱柜也有 只是零食不吃饭 我吃饭 我吃饭 这好了 得能动 你晚上想吃什么 我想 小白子 你也要一息 你才是废柜 我也好想吃饭 你还好想吃饭 你肯定是个人 你今后一会儿 你怎么回事 我肯定是不擅长 我肯定是不擅长 我这时候 我肯定是不擅长 你肯定是不擅长 你可千万别 把门给我打开 君姐没有啊你啊 你赶紧给我把门打开 把门开开 太太 老爷说了 方雨是绝对不能外出的 您让她一个人静一会儿也好 快儿子 妈妈知道 这里边一定是有误会的 对不对 等你爸心情好了 你跟他解释解释 这误会就解开了 你是他每一个儿子 他不会不理你的 你开门哪 开门哪 你急死妈了 快开门 方雨 方雨 麻烦哥 怎么样 没事吧 我没事 那个 这次做得实在是太彻底了 恐怕后面只能靠你了 你确定你想清楚了 嗯 这次走了 可就再也回不来了 嗯 走吧 走吧 干吗 你们是什么人 放开我 放开我 放手 放开 方雨 二番哥 方雨 放开我 救我 二番哥 救我 方雨 放开我 放开 方雨 放开我 怎么样 生日没好 妈 我没事 怎么就逃跑了呢 你怎么就逃跑 多危险啊 你 你怎么就能逃走 大哥 小小气 他还是个孩子 别生气了 去啊 大哥 文 文婢 那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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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啊 知道错就好 知道错就好 爸 你干吗 你住手 你一边去 你没有天理降座 这是我的东西 你的东西 你身上上上下下 哪点不是我给的 连你都是我的 爸 儿子 爸 你不能解 你让他解 这是我的东西 你让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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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这不是我的东西 这是我的理想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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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呢 在门口我就听见里头嚷嚷了 精彩 太精彩了 陆明集团总裁陆文斌 那物资 这是个啥 芭蕾物联功夫啊 父子反目 性别歧视 还有什么 鸿门大戏 听说有一条芭蕾了 挺好的 总算找到一个自己 擅长的东西了 你说这个家 除了我们两个 爱钱的人以外 总算出了一个艺术家 这不挺好的事吗 还挺华丽的啊 花了不少钱吧 花的也是我们陆家的钱 好好收拾吧 讲得多可惜 对了 我和林瑞 汪阿姨 把这些脏东西 都扔到海里去 好 住手 扔 不许动 你 来之前林瑞还说 让我好好跟你说话 讲不了道理 可是我发现 跟你这种人 根本讲不了道理 道理就在你眼前 你就是不想看不想听 陆芳也做错什么了 他什么都没有做错 他只是在做自己 喜欢做的事而已 姐 你让他扔 让他减 反正我现在是不会 放弃自己的理想 我从小到大就喜欢跳舞 要不是为了让你不难过 让妈不伤心 我还要说 我现在什么都不会想 死都不会 好 那你现在就跟我去 你现在就可以跟我去死 去什么 说呀 怎么 说我出口了 毕竟也不是第一次说 你说呀 说呀 方宁 奋斗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第二次就后悔 好 我们先走了 走 走 走 陆芳雨 跟我走 大哥 冷静一点 我去 我去 我去处理 别生气了啊 别再生气了 好 方宁 方宁 你们先上车吧 我跟她谈一谈 方宁 没事的 看好陆芳雨 说吧 想劝我什么 你给她点时间 你给她点时间 你刚才也看见了 你爸其实挺难受的 十年了 还不够吗 这次的事情 跟姐姐那次有什么区别 姐姐就是因为她太专制 今天的事也不能怪她 方宁的照片是记者记得的 这明显就是敲诈你了 你爸也是怕出了什么问题 影响方宁的未来 和陆芸的生命 未来 她根本就不知道方宁想的未来是什么 慢慢来吧 她慢慢会理解的 我不奢望她理解 她如果理解了 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对方宁 方宁 你听我的话 方宁的事情我会解决好的 这几天啊 你就别再刺激你爸了 随便吧 反正我也不想再理待了 你最近就暂时住酒店吧 都给你安排好了 费用你不用担心 回头你的行李 换了告犯给你送过来 姐 这次真的谢谢你了 从小到大叫了那么多声劫 就刚刚这声停了对手 对手 和方宁 你不听好了 不管你将来 做什么样的决定 做什么样的事情 姐也都会永远支持你 所以你不要害怕 好了 滚吧 姐 我真上去了 你跟我说话 不要这么畏畏酸酸 滚 拜拜 我 他就正在想 我 都没有保护我 不就 冯凌 冯凌 怎么了 你还好吗 瞬间过去了 我以为她鞭了 直到今天 我看见方语才发现 她还是那个样子 方语啊 你不用把所有人 都当做是你的敌人 你要不用对所有人 都封闭你的内心 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 我愿意和你分享我的快乐 痛苦 我人生的每一段 我希望你也能够一样 如果 有什么事情 可以让你开心一点 我都愿意为你做 好 谢谢你 李渊 你能陪我去一个地方吗 走 我愿意感到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前 我经常一个人 站在这里 观察着买账 现在 我陪着你 你想看多久都可以 李蕊 你知道吗 我之前一直跟你说 创办已非你的是我的心愿 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不是我的心愿 创办已非你得 一直以来 都是我姐姐的心愿 如果 她也没有离开的话 MING PAGE 玫瑰花瓣的香味 到人醉 独自走孤单的街 无所谓 电影里的情节 总有遗憾 却又会受道别 坐在我旁边的 座位又是谁 慢慢以为 Like ooh It's like ooh I'm like ooh 心放飞的感觉 我想就在今 Yeah 就在今 Yeah I'm like ooh It's like I'm like 明的月亮的街 婚礼就在今 It's like I'm like 情真切不用学 恋爱就在今